在這些數目的 選擇 Jair Messias Bolsonaro 就在馬上馬上選擇 為首席總統的總統主席 經過一番激戰 巴西級右派候選人波索納洛 以55%得票率 讓只有44%票數的 極左派工黨候選人哈達德洛馬 贏得總統大選 支持者也在波索納洛住家附近大肆慶祝 週日選舉結果出爐後 波索納洛也在第一時間發表獲選敢言 巴西權威雜誌的社論分析 這次波索納洛當選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對手工黨造成的 因為工黨執政13年 不斷爆出貪腐醜聞 而波索納洛對打擊貪污的態度強硬 贏得選民的心 國人寧可要以暴制暴地波索納洛 也不想讓工黨再執政 巴西有史以來 兩極分化最嚴重暴力的總統大選結束 人民已經用選票決定了國家的未來 大愛新聞 鄭宇軒編譯